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你带来好心情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要讲到 什么浓穿客的索董 索董先生出生在世元一久一二年 他本名所董是没有木议兵的董 自少年他就在歌诗班里 丹音这个学术的工作 在这个日期时代 他和三百母丹的丹秋林 三望乡丁的丹冠华 他说音是 曾有着創作台语流行歌诗的 三大歌诗的乐书 在1931年台语不流行歌诗 随着电影头发起飞起飞起了后 当时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就在1933年 就再推出到配合电影的歌诗 请问远留到参会 这两首歌都是由你念手来贴修 所动破诗 发现后逢行一时 所动的才华受到困惊 参会的串律 后来经常被应用在歌诗的客庭里面 在1936年 所动家企标 高票 生理唱片公司 这个组客的电影里面 那时他和丹丹如 所合作的相干而已 既既存 和青春而已 每一客都真受到台证的反应 这不但华所动公性明珠 也建立了他在台语 冲突流行歌调队的地位 其中这个相干而已 作诗家丹丹丹丹丹丑 用团统世故人的形式 下出到思念情容的路逐 远到这个秋凉昂露的时节 看到风暗生生生态 竟然感受到自己的孤单和顺目 作曲者所动 英文了歌诗的风景 破出到思军姑娘的感叹 无奈及幽闻之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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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